我暈腰胃胎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姨 今天我想拍一段影片 邀請大家和我一起叫鴨 是啊 你沒聽錯 我也沒說錯 其實已經叫了一隻回來辦公室 來吧 過來了 醜貝送水見家翁 來吧 我們的阿托 變了一隻鴨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你這個 我剛才偷偷打開了 你買了多少錢 三萬七 你不如拿這個錢去請我們吃片皮鴨 更好過 這隻鴨 哪個人會拿出街 買一堆黃色飼鴨 在浮沸浮沸沸 包圍著你都還可以 這個價錢 買這隻鴨 待會開出來見大家 看看大家覺得這隻鴨值不值那麼多錢 這個價錢我朋友的朋友告訴我 如果我這個袋的價錢 真的可以叫這隻鴨有三隻以上 不是我朋友的朋友 如果大家都想看下去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旁邊的鈴鐺 下個星期的影片一定會錯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即時開箱吧 好了 這隻鴨就在我桌面前 其實這隻鴨就是 Louis Vuitton Crossover 這個 出的這個系列 其實這個系列 有很多東西 不止這隻鴨 甚至是很多不同的衛衣 我也有買過一件衛衣 不如很快給大家看 先說一下衛衣 我就買了這個 這件的衛衣 看到有這個系列的衛衣 它有個心形 然後 心形其實就是Human Made的一個 挺Signature的形狀 假設他自己Human Made的衣服 就會寫著Human Made 現在就變了Louis Vuitton Made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一件藍妝的灰色衛衣 開箱之後 我真的天天掛嘴出去 一定會成為全場觸目的焦點 我個人已經夠惹火了 性感游泳 去到哪裡 真的到處都有人給我拍照 但是如果再揹這個袋 真的黯然失色了 被這個袋搶光了 那袋是怎樣的 即時開箱 首先呢 我就為了隆重其事 我特別買了一個雀龍出來 就裝回我的袋子 這個袋真的 真的很值得 我買一個六年的雀龍出來 好了 究竟是怎樣呢 嘩 就是這件 奇不奇怪 嘩 你看他的頭髮 多可愛 眼尖要金色 好像紅眼淨一樣 你說多可愛呢 你看看 兩隻翼裏面 漿糊糊糊的 那你是不是以為 裝到東西呢 它最特別之處 就是裝不到東西的 不要以為我們這樣捧你用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的 但是我不會 我先放進去龍裡 我怕它會飛走 一會兒 好了 這個就配上這條帶 正是這條帶 三萬七都划算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有一個漿在這裡 就是一個啡色的漿 印有金色字凹凸的 Lewis Vuitton Maid 這個crossover的系列 那它似乎就是這樣 綁下去之後 你整個人就可以揹 這隻鴨型來說 我的身 胸就36 那條腰就23 現在放在36 那裡來說 剛剛好 這個身形就是 Cross body bag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了 然後 我們一打開 哇 這隻鴨跟普通的片皮鴨一樣 濕滿了這些無謂的東西 裡面 12Pro Max 那我現在放進去 完全是 滑滑有餘 這個鴨呢 我自己覺得 實用性 竟然是高於Chanel那些 迷你小盒 高很多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很難買 你根本不會跟別人撞到袋 為什麼呢 全香港大概只有10隻這些鴨仔 真的非常難買 一隻手可熱 哇 不要去拉手 到底怎麼買得到的呢 香港當然買不到 不夠明星腸 大家看看Wyman的IG就知道 他都負責我出來 於是 我在日本訂回來的這隻鴨 配一條帶上去 大家是不是都想養回鴨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它這個長度 跟MS的Mini Lindi 都很相似的 但是呢 這個悍有度當然是 再悍有些 事不宜遲 我們即時試買得 上身的情況給大家看 多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不差 不過如果我媽媽看 應該就眼火爆了 大家都會問 所以每個月都買這麼多袋 自己有時候都覺得吃不燒 但是有時候說 如果有機會你不買的話 那就糟糕了 你買不到的 不過呢 就不是鼓吹大家 瘋狂地盲目買名牌 這個風氣是真的 很可恥 我覺得是 究竟怎樣才可以買得到 還有買得安心 買得舒心呢 我自己覺得 理財分配是非常之重要 你看到這裡 你會開始懷疑人生了 看看 那隻鴨 為什麼說理財 就是對 因為我們這條影片 就是有大乾爹 Lithy Bank Lithy Bank最有名的是什麼 經常聽 Buy Now Pay Later 究竟是什麼來才可以 其實什麼叫Buy Now Pay Later 它就是信用卡以外的另一個消費模式 簡單解釋來說 它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可以容許你分期付款 就不同一本信用卡 一本信用卡 你買了東西之後 一到期就要還款了 如果你遲了還 還要付高息 相對來說就不太靈活了 而Lithy Pay Later 是全港首間銀行推出的 先買後付的一個最新的消費模式 如果你用Lithy Pay Later的MasterCard來講 你一買東西 它就幫你自動分期了 Lithy Pay Later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無論任何消費 小至100元大到5萬元 都可以做分期的 大家還可以在Lithy App裡面 很靈活地選擇自己分期的期數 它可以選擇 就是從3個月到36個月都沒有問題 中間還可以轉一次期數 最正Lithy網站 是有一個Lithy Pay Later的分期計算器 可以給你先計算分期的期數 以及還款 就好像我買這個LV的Duck Bag 我用了$37,000買回來 如果分12個月的話 每個月還款就是$3000多 但手續費只是$74 它現在首三個月直接免息 $74都不用給 所以其實分期可以幫你計算好自己的預算 計算清楚自己可否負擔到先 負擔到先買 這樣就反而還清清楚楚 另外品牌經常加價 以Chanel為例 我幾年前有一款手袋買$30,000多 每季加設價 現在已經接近$7,000 早點買當然有好處 月工手袋 計算息來說 分分鐘更便宜 再加價後再買 另外Lithy Pay Later 全球網購都要響入8%的現金回贈 而且在推廣期之內 首三個月是免息 三個月免息 省錢 可以做其他事都可以 說到這麼吸引 你們是不是都很想申請呢? 現在用我的優惠碼 Snowyee-250申請的話 成功開戶 什麼都不用消費 即時送你$250的迎新獎賞 大家申請的時候 記得TakeLithy Pay Later 和Lithy Save 就可以一次過申請Lithy的戶口 和Lithy Pay Later 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 好了 今天我們的影片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看這條影片 就喜歡這條影片 也能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原來 唉 女人到一定年紀 真的會叫鴨 我也想不到自己會這樣 喂 想什麼 說這隻 唉 好 下影片再見 Bye 下影片再見 下影片再見 KASAM